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一下暑假新庭 中國大陸有建港慰嚴 我們香港都不執書 有一個不再讓地補選 如果這條惡法一旦通過的話 補選就恥情不在了 這部難免得意的開拍 其實當然要立一個公務 因為這部劉備的監製導演 天氣堅男主角 作霍龍公公的 最能在場 所以挺好 接下來就要多謝聯合演出的 三十多位補王國際立法會員 不過我們都不能忘記 佛主黨的法定立法會員都公不可闊 因為他們先反對五區工坦 拖低投票率 正好就為林瑞隆提供了子彈 拒絕作公開的村民諮詢 後來他們就通過超錯政外方案 所以這部不再讓你補選 才能夠開拍成功 如果這部難免真是 娛樂公公所願 可以在鼠團前上演的話 我想問問今天 以鼠團身份上陣的 民主都沒有逼迫對市局的感受如何 為何呢 終極普選要要無期 終極普選指人可待 郭平民諮詢經常都說民主成分 他有明明的 忍耐他兩屆 今天這條廢除普選的案法 的不民主成分 給功能組別更深 不知道郭平民諮詢又可以忍耐他多久呢 真正的民主選舉 參選權 提名權 投票權 是自一不可的 但在一年之前 我們堅決反對超錯政外 堅持不接受所謂的超級區議會 這條公民告別方案 和今天 我們反對廢補選條例的道理 也是一樣的 立法會 因為任何原因 議席出權 現在說要廢全補選 再說一次 不是超級議員 而是強姦選民 其實這部戲的戲劇就是 林公公強姦 全港選民 我是個香港人看的 有警官打電話上來網台 講了一個好的題目 他說如果有人強姦來 我覺得強姦你也好 他真的會做 他已經在無處做 這一粒 不是跟他說強姦的定義 不是援引外國的例子 是要堅定了 和他死亡 不被這件強姦案發生 我記得八年前 大家都防止了一件強姦案發生 就是反對有三條文化 我們是非常成功的 今天 我希望全港市民可以站起來 防止我們再一次 被這個特區政府強姦 七一大家一定要起來 告訴全香港市民 告訴我們這個特區政府 告訴我們這個特區政府 告訴我們這個導演監製 我們是不接受這個難件的 好 下位是國安議員